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距离社群文 首先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越南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 促进恢复发展 成天顺化省努力打造越南奥戴之多品牌 首先请各位观众一起回顾本周要闻 因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和夫人的邀请 塞拉利亚共和国总统朱利耶斯·马达比奥 学夫人和塞拉利亚共和国高级代表团 从3月14日至20日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在越南期间 朱利耶斯·马达比奥总统 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进行会谈 分别会见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等 双方见证了两国多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为事 在合场会谈和会见中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高层后访和接触 加强在多边论坛特别是联合国 不解盟运动的协调和相互支持 支持通过费盟扩大合作 双方承诺认真落实已达成的协议 进一步促进包括大米贸易在内的贸易合作 为两国企业寻求合作和投资机会 创造有利铁键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本周内出席协助越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以及全球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等各伙伴的见面会 两国代理协调员 两国奥童基金会驻越南首席代表华南 在发言时表示 两国奥童基金会和两国各组织 将继续为越南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 特别是在疫苗供应和国内疫苗生产方面 政府总理范明正在会上强调 越南已经呼吁国际团结 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抗击疫情 范明正指出 除了国内的努力和决心之外 越南已经得到了国际朋友和国际伙伴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组织和个人的声援和支持 越南为此表示有种感谢 范明正重申 越南一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支持加强国际团结合作 共同防控疫情 在第十五届国会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框架内 会议开展了质询和专题询问活动 质询和专题询问一题 其中两大一题 工商和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 关于工商领域 集中近期成品牛生产 进出口和供应以及价格调控工作 国会和国会常委会关于市场管理 预防和打击走私 伪劣产品 原产地不明产品工作质询和回答质询的决议和结论 执行情况 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 货物尤其是用产品流通和进出口保障措施 关于自然资源与环境领域 即中国会关于城市土地规划 管理和适用的专题质询和监督的决议执行情况 阻止利用土地拍卖会上提出价格远远超过市场价格 让周边地区土地价格盘升 谋取自立的措施和责任 各家生产厂非器物排放 工业非器物排放处理措施等 从3月15号起 越南旅游业正式重新完全开放 在适应新常态的条件下 重新开放旅游业是越南各家旅行社 旅游公司的机会也是挑战 越南旅游总局引导企业 关注东南亚、东北亚、欧洲和澳洲等地区的旅游市场 其中优先与越南设有互相承认 新冠疫苗护照机制的国家和地区 以及入境免签国家等 15号 越南政府也发布了第32号决议 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丹麦、瑞典、挪威、 芬兰和白俄罗斯等13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 越南政府关于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的第二号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表明 从2014年以来 全国已取得了积极成果 许多困难和障碍都得到简化和排除 然而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背景下 企业界仍迫切需要一个更有利更安全的营商环境 以最大限度降低用于恢复核发展的成本 经过9年实行营商环境改革后 越南电力集团改变了所有业务流程 减少了客户的手续办理程序 现在人们只需要坐在家里 访问该行业的相关网站 并提交申请 就能享受到所有电器服务 近期在胡志明市 平均每户停电时间仅为43分钟 2013年全国的这个数字是400分钟 现在明显下降了 可以说电力行业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稳定的电力 2014年以来 越南政府办法了关于改善营商环境 和提高国家经济能力的第二号决议 随着各部委行业和地方的改革努力 越南在各权威的全球排名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为投资者和企业树立的信心 然而在当前的后卫情时期 许多经商条件改革并没有契合实际 尚未紧跟商业实践 现在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个开放 安全 自由和没有壁垒的环境来实现复苏 这项决议如果得到有效执行 将为企业带来信心 届时其影响将加倍 为促进增长做出贡献 从长期来看 我们确定了八个指标 并在每一年提出重点改革目标 这些指标给予各权威的国际组织 但同时也要符合国家的革新趋势 现背景下 营商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力的提升 必须基于实践并与国际接轨 与此同时落实第二号决议的措施 要与政府和国会最近办法的第四三号决议 第十一号决议等相互应 形成一系列配套措施 为推动经济社会复苏和发展 做出贡献 据地太平戴维斯越南公司的认定 越南工业地产市场呈现及其增长细项 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重要领域 特别是国际航线重新开通以后 工业地产有望加速 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国投资局的数据 2022年前两个月 越南领进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达近50亿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同期水平的91.5% 但在疫情期间仍释放出积极信号 加工制造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 投资总额超31.3亿美元 占注资投资总额的62.7% 房地产继续保持第二位 达近15.2亿美元 据专家的评价 与本地区的邻国相比 越南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 与马来西亚 泰国 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相比 房地产价格仍然相对实惠 尽管房地产价格处于上涨趋势 但未来仍有许多新项目得到开展 即将是影响到土地费用的一个因素 在越南文化河流中 奥黛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 其与顺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并成为越南女性的普遍象征 因此在顺化的许多文化遗产中 奥黛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 该省也下定决心打造越南奥黛制度的品牌 奥黛被认为越南服装文化的象征 其中成定顺化不仅是奥黛的发源地 而且还见证了这种传统服装漫长的发展历程 目前顺化政府和人民正在努力 开展顺化越南奥黛制度项目 重点研究收集和建立顺化奥黛的数据库 举办顺化年度奥黛节 创立和管理顺化奥黛制度认证标志 从而肯定奥黛在顺化古都 乃至越南全国文化河流中的价值和地位 我总是在思考如何跟上潮流 但也不能失去奥黛的传统价值 而且我也很高兴看到 现在旧式的奥黛又重新流行起来了 我们的愿望是从图案和文体中带来一种自然和简单的接近方法 是让大家可以区分越南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文化 根据该项目 城天市华省文化体育厅也在监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进而提交联合国交文组织将顺化五身奥黛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建立档案是我们推崇顺化人穿着奥黛习俗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是提高年轻人的认识 鼓励他们穿搭这种非常漂亮且具有顺化人特色的服装 顺化奥黛之都提案并没有止步于传统文化遗产的复兴 而且还将该遗产带入了当代生活 使其成为独特的文化流产品 为推动顺化流业发展做出贡献 并塑造越南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身份特征 提为广南绿色旅游目的地的2022年广南国家旅游年 有望成为在新形势下推动流业复苏和发展的良好机会 旅游年内举行的各项活动将有助于提升广南省 乃至越南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地位 越南文化体旅游部透露 2022年广南省流年开幕式将于3月25号 在徽安市锦南房记忆大举行 闭幕式将于12月底在南会安举行 相应2022年旅游年 广南省将按照六大主题陆续开展系列活动 所有活动均要符合绿色旅游标准 广南省文化遗产丰富多彩 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如惠安古镇 美山寺塔区等世界文化遗产 惠安 珍婆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牌昌取一书 广南 惠安 美山等旅游景点 被诸多国际权威杂志和网站评选为 外国游客在越南流时最喜欢的流目的地 特别是惠安古镇连续多年获得 国内外知名杂志评选的数十个奖项 2021年惠安市荣获世界旅游奖的 亚洲领先文化城市目的地奖 2022年2月第十次旅行者点评奖组委会公布 惠安晋升2022年世界上最好客的城市榜单 布鲁云桥族人的高角屋屋顶上 总是有一些放在竹矿里的瓷碗 同胞们解释说 这些瓷碗是供奉自己和家人的地方 旨在祈求健康 平安和吉祥 这是广平省丽水县临水乡 布鲁云桥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信仰 在村长胡蒙的高角屋顶上 五个手工编制的竹矿里放着五个瓷碗 这五个碗代表着他家里的五个成员 新年一世 家里最年长的人会举行祭祀自己和家人灵魂的仪式 旨在祈求全家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布鲁云桥族人相信 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灵魂和一个守护神 因此必须举行祭祀守护神的仪式 要称供奉活人灵魂仪式 每当有一个孩子出生 就要为其举行放置灵魂此晚的仪式 这个晚将跟随孩子的一生 家里有多少人就放多少个碗 每逢年初月初都会举行仪式 去求世事顺遂 孩子十岁的时候就举行庆魂仪式 到了成年时再举行成年庆魂仪式 布鲁云桥人胡梅表示 供奉自己的灵魂就是尊重自己 提醒自己要提高自己的精神 与家人和乡亲们好好相处 此外年初和月初的每一次祭祀仪式也是一个提醒 让大家努力工作 共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 并与周围人加强团结 这是自古流传的习俗 主在祈求身体健康 让子孙懂得努力工作 一些迷信的风俗习惯 已经逐渐被同胞们废除 现在我们也在宣传和动员他们 保留布鲁云桥族的一些文化特征 其中许多信仰习俗得到了传承和进一步推广 以便在未来保护和弘扬当地的文化价值 目前布鲁云桥族同胞仍然保留着 供奉活人灵魂的习俗 虽然融洽了现代和传统的因素 但基本上保留了其原有意义 这也是生活在雄伟的长山山脉之上的 国境边民事败相传的精神文化之美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